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天繼續受到乾燥東北季的風影響 天氣和季的都差不多 天色仍然相當之好 先看看衛星文圖 可以見到受到乾燥東北季的風影響 華南地區今天雲量仍然相當少 所以預計香港這邊 今天繼續天色相當好 陽光會充沛 至於氣溫方面 一起看看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今早六點鐘為止 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溫 在介乎19至22度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大智天晴和乾燥 日間部分地區有煙霞 最高氣溫大約有28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北風 至於展望方面 一起看看電腦的預測 可以見到沿岸地區之後 幾天的氣壓梯道仍然維持著相當緊密 代表著季後風會持續影響著這個區域 另外去到下星期初 有季後風暴衝會抵達沿岸地區 到時香港的天氣還會再涼一點 所以在展望方面 香港未來幾天 繼續天晴和乾燥 到下星期初天氣會稍涼 早上氣溫會跌至20度或以下 大家要注意了 這節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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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